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幾共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今天有單消息跟大家分享的太遲了 不過遲到好過沒有到 養大了一隻老虎 就想怎樣去修復他 為了他就吃了一顆叫做東方明珠 嘩現在泵到這麼大 這裡英國調整對中國共產黨的地位 好橙啊 由制度性競爭者 什麼制度性啊 一個就是資本主義 一個就是社會主義 你姓資還是姓社 改為一種威脅 其實是的 他比這個俄羅斯普京 啊 我也說了 呂布和董卓哪個厲害些 當然是董卓嘛 因為他是掌握著 黨政軍 啊 經濟 就是拆應啊 他才是後面幕後主使人 藏鏡人啊 我也說了 整條線 你一定是動那個經濟的命脈 啊 就是玩遊戲的話 但是西方國家呢 揚賽 啊 這些叫民主太極權 人家一拳打出 嘿!我避 這樣 啊 就沒有想過主動回擊的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進攻 是最好的防守 啊 這個好像是西方的典籍來的 就不知為什麼 反過來 現在那些叫做被人深入福地 哎呀 真可憐啊 你福地就就是 不是那些福地 是沿岸地帶 跟著呢 對進來的那些 就叫福地了 Hinterland 一旦進來的時候 就很難收復的了 有些就說是百矮政策 其實是 為什麼這麼難收復呢 你在海裡都還有一條沿海線 但是大沽口炮台 啊 一旦失守的時候呢 那就直入天中 北京這樣的了 那這個是衛報 Guardian 10月11號時候的消息 就是作為英國大英帝國的子民 啊 我們是非常之支持 我們的Listrust的啊 卓慧斯手上 啊 那期望他能夠 好像邱吉爾一樣啊 啊 邱吉爾是很出名的 他在2012年的時候啊 Winston Churchill 我不記得02還是12了 就成為了英國啊 那麼多年來最受歡迎的手上 當然啦 帶領大英帝國的子民 對抗惡勢力啊 你戴卓爾 就福克蘭 但是都不叫惡勢力 是不是 Churchill那些是直面這個危機的嘛 雖然跟著工黨上台啊 搞些社會福利政策 那我對Listrust啊 是非常有信心的 啊 給點時間他呢 停電就停電啦 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啊 啊 那就慢慢啦 是啊 都是這樣啦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啊 他要講清楚 幾時 幾年幾月幾日 啊 那大家準備啦 prepare 就不要失驚無神啦 中電艦橋那些 是吧 嘩 那時候還要給多幾百元去酒店啊 那些人 那些又失驚無神啦 還要SMS啊 之前那些什麼緊急通報系統 全部沒有用的 你整個系統出來啊 沒有用的 你整來幹什麼呢 是不是想監視人啊 Anyway 這裡 Mistrust 大英帝國現任首相 就下令 修訂 由以往 James政府制定的安全防務發展 和外交綜合審查報告 好 那他之前呢 其實做這個 Foreign Minister的時候 應該呢 啊 就已經很熟悉這件事了 現在只不過是 指派 他的內閣 去做這件事的 Yes Minister 對中國的定位 就會由原本的 制度性競爭者 啊 就改為Threat 威脅 那我不明白的 就是這些報告什麼是 就是外交報告 是不是應該有 少少的 隱密性啊 可以這樣 被惠報 就這樣報出來都可以的嗎 除非你另有目的啦 就是要給那些企業 啊 讓那些企業 打聲招呼 怎麼會打開口牌的 都不清楚 Anyway 整個大英帝國 無論是查理斯國王 或者 國會方面 那些人 上下議院 以及一眾的英國人民 以及那些運動員啊 想做共產運動員 走過來香港參賽都有的 無視這個反人類國家 中國共產黨的暴行 走來香港那裏作賽 亦非善慮了 就是等於啊 啊 講個好現實的啦 就是 人家都發了這個 旅遊的警告啊 啊 那你就是要去的 那萬一 保險上面 他那些運動員最害怕啊 這些 是不是 保險上面有安排的話呢 他是 召喚不到的 叫了你的了 到時被人 抵了去做光色紙啊 Astax pink in his ass 哇 那為什麼突然間有一個重新的指定呢 那就因為啊 是對應回中國方面 那個接近俄羅斯的這個立場 那是的啦 不是西方世界就是俄羅的啦 裝什麼呢 是不是 擺到明就是去居中拆應了嘛 趙樂際都說了 拆應 啊 coordinate 他們是有個 synergy 在後面的 那就是 一旦 有些什麼事啊 你不是啦 找到幾部大疆那些無人機啊 你有賴阿爾巴尼亞 新款的啊 這些 那目前啊 俄羅斯 在報告裡面呢 啊 就被列作最厲害的 嚴重的 serious flash 而中國呢 啊 就是fresh 啊 有幾個 ranking 啊 主要原因考慮到 幾方面的因素 其實二月可能 mistrust 已經想做了 啊 不過突然之間 Boris Johnson 被人稱了下來 否則的時候啊 可能 反而那個控制 會好一點點啊 啊 我不是說 listrust 是怎樣啊 而是 林鎮逆稅不是幾好啦 我經常覺得 那啊 沒辦法 你 Kia Stammer 那個都是 Bergy 而已 啊 她自己都有喝酒啊 她又不去 問責落台呢 所以那些東西呢 很雙重標準的 那不要緊要 我們說回 現在有的東西先 那listrust 一上來啊 就要求對這個指導性文件 進行修訂了 所以其實是 多謝 今次啊 有份 選去上去那班MP的 當然啦 啊 不通心偉盛啦 計劃會在年底裡面完成 據消息人士說了 英國教育部表示 支持這個孔子學院項目之後呢 你都是叫孔子學院的嘛 那其實啊 就應該找台灣來開的 但 那個項目 他們可能又說什麼 進行了各樣啦 但是 由於這份報告呢 他們是 10月11號之後 要重新審視了 英國政府呢 就提前進行了一項 特別中國戰略審查 有內部人士又指出 這個變化呢 很快的 幾天內就搞定的了 為什麼啊 因為listrust支持 以前他是外交事務長的嘛 那他啊 一早就有了文件在手的了 要推進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幫自己那個 Foreign Minister一把的而已 這份消息出了來之後呢 受到保守黨裡面呢 多名巨影響力的議員歡迎 多謝他們 而現在呢 他們也在競逐著的 啊 有很多的下議院的議員呢 就競逐著這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位置 其中一位就是 Duncan Smith 那期望他做到啦 啊 他是中方 啊 那個制裁名單裡面的 一名 英國議員 如果他做到的時候呢 那是香港人之福啊 其實之前呢 英國的教育部那裡呢 啊 就非常之力挺 這個孔子學院的 三十幾間 那自從listrust上任之後呢 就是他的競選承諾都是啊 就要求教育部做一個更確切的回應 所以修訂之後的聲明就不單止是支持的 啊 還會說到教育部會致力做更多的工作 去適應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 那但是都是說得很模糊啊 啊 當然啦 也都鼓勵任何對孔子學院那些活動有疑慮的人 進行舉報 他整個東西有問題啊 啊 你給個名單 啊 過來全部 全部啊 那不過目前呢 是分身不下的 就是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最大的對手 仍然是 就是沒辦法啦 啊 虎勞關 派出這個女報 那董卓就躲在後面了 啊 不是凋閃 那女報一騎黨關啊 大哥 啊 那你怎麼都要應對了普京 那樣東西先啦 包括能源方面啦 那個價格 啊 居宗策認搞到那些貨品貴了啦 啊 物流方面貴了啦 你要普通的民眾 明白這件事很難的 所以其實 英國政府本身呢 為了Liberty方面 他是應該加多些宣傳 啊 令到群眾知道 為何 今時今日 能源價格各樣會高企 這方面呢 你是一定要 解決問題當然重要啦 啊 但是同時間你要明白 誰累到今時今日 英國這樣的嘛 是不是 那至於你說 本地人方面 他們要怎樣 他們要學會怎樣 省電啦 我覺得其實 大英帝國那些人呢 很多大浪鬼來的 哼 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你那個通脹來講呢 都好的 讓他們環保一點 是不是 啊 什麼時候變成環保人呢 我不是很環保的 只不過我覺得了 應洗則洗啦 是不是 那你沒有理由的嘛 有些東西是沒有必要的嘛 你可以 所以 都不是我這樣講啦 英國的本地人都是這樣講的 他說 其實你動你以前呢 那些人呢 都是穿多件衣服 這樣就行 咯 那不是叫你不要開暖氣 你的暖氣 不用開 那麼厲害 那意思而已 雖然NHS的指引是叫你20度的 可不可以啊 這樣咯 那無論如何啦 那其實 它反過來那個會好一點點的 啊 就是中國呢 應該列作最嚴重威脅 然後俄羅斯呢 就應該列作威脅 這個定位就清晰了 但是很難為它的 做到這樣已經好好的了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